NEO聊四季 天天多更新 大家好 我是NEO 今天來看哥德人對上薩拉森人 那這場比賽是天梯阿拉伯地圖 那這場比賽是由這個 明哈五 明哈五零六 加上這個黑啦 打的一場高端對決 那這場比賽我覺得蠻特別的 因為哥德最近蠻少見的 還有這個薩拉森 那這一場比賽這兩個文明 就算是非常特別的對決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黃色 黃色是這個哥德人 哥德人他的特色 就是這個步兵喔 非常便宜 所有的步兵都有這個減免費用 那他這個城堡時代 還可以在訓練這個無政府狀態 可以直接在軍運裡面 製造這個哥德衛隊 那他本身呢 哥德算是比較難打一點的文明 但是他有個好消息 是在步兵對決裡面 他比較難打 但好消息是他有火槍 所以他真的步兵戰打不贏的時候 還可以拿火槍去甩人家臉 那哥德我覺得也算是 非常難上手的一個文明 那最特別是他帝王時代 還有這個210人口 所以到帝王時代最好是 可以打一些經濟爆 經濟存多一點 然後一直爆之遠跟對方換 單位的一個動作會比較好一點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藍方 藍方這個薩拉森 薩拉森最特別是可以靠這個4級買賣 換取這個價差 比較有優勢的價格 大概到了後期喔 你賣100木頭 只能換17金 那如果有點科技的話 是可以到17金喔 沒有點科技是14金 但是薩拉森可以到19金的樣子 所以整體而言 薩拉森算是比較 打 欸 經濟戰術的嘛 但他本身經濟來說沒有太好 一定要靠這個買賣喔 才會獲得這個經濟加成 或是一個減免 但是我覺得4級這個東西喔 你一買賣 基本上就是虧了喔 不管這個再 再多有優惠喔 也不到賺的程度 所以對我來說 薩拉森算是還是偏 0經濟加成的一個文明 那如果打哥德人的話 可能要小心一點喔 因為哥德人是有單位減免的 那如果單位減免 然後自己又沒有這個經濟加成 很容易喔 這個經濟就會越打 差距就越大 那薩拉森最特別的是這個奴隸兵喔 打騎士特別強 但是這個奴隸兵遇到步兵喔 比較難用一點 所以薩拉森這邊選擇 可能會打這個弓兵喔 但如果打弓兵的話 哥德人又有這個哥德位 對喔 又可以無雙 所以那薩拉森這邊的選擇 就會非常尷尬 那薩拉森的駱駝也是血量比較多的 但是他本身 這場打駱駝也打不出什麼東西來 所以薩拉森 我也真的不知道這場發展會怎麼樣 所以我們就來看一下 黑拉會怎麼打 好 現在來稍微看一下配置喔 這裡是山木 那果子呢 是三個人挖果 待會還再補一個 那這邊再拉一隻桌 這邊稍微吃一下鹿肉 待會要來射一下這個 村民 射這個豬 收村 射兩下 然後再放出來 就可以高速的 把這個豬給射死 好 那這邊是三人吃鹿 跟我的配置一樣 就是三人鹿 然後豬不到八個人左右 這樣子喔 你就可以把這個鹿吃得快一點 那不會浪費太多鹿肉 還有這個豬肉 通常會補到十一個人左右 那十一個就不會再補了 然後這一層喔 通常都是會直接去吃果子喔 補到四人 當然這個配置沒有決定的 但是肉類這東西喔 多一點臭品去吃 是最好的 因為畢竟消耗減免 會比較少一點喔 不然這個資源浪費量其實 還蠻消耗蠻大的 但我的習慣喔 就是簡單 教大家配簡單一點喔 就四個人吃果 那這個鹿肉 跟豬肉 就十一個人吃 或十個人吃也可以 那木頭 就要是補到三到五個人 一開始三個人 然後後面再補到五到十個人 這樣子 那這個配置 真的是比較複雜 這個經濟配置 要鑽研的話 可以鑽研很多事情 好 那來看一下 這邊 哥德 哥德的話應該是要挖金礦了嗎 喔 這邊 欸不是喔 欸是喔 哇這個假動作騙我 好 哥德人這邊決定要打棒棒了 有挖金礦棒棒 那還不錯 哥德這邊有這個減免的費用 那這裡不知道會打三棒棒嗎 是三棒棒沒錯 三棒棒轉裝甲 也可以 那哥德的話我是蠻建議 打這個戰術的 因為畢竟自己是一個步兵文明 就算升了裝甲步兵也不會覺得可惜 因為到帝龍時代 打這個 裝甲步兵 升常見兵劍勇 這個是蠻常見的 所以你在前期投資裝甲步兵也不會覺得虧 這邊出了四隻棒棒有點兇 四棒棒 然後再加上 自己少量村民出發 哇 三隻村民出門還不是四個 哇然後前置射箭場 哇 哥德爾打這麼兇 看一下黑阿這邊防守如何 哇這邊是打一個馬就開 黑阿好像沒有第一時間察覺到棒棒出門 正常來說是會出弓兵 去反制裝甲步兵的 因為你出肉麻跟他打的話 還有可能 會打不贏 這個 人家造價便宜 而且肉麻要換得贏的話 數量要很多 投資比來說算蠻差的 喔 這邊看起來 這一根塔會差到點東西喔 這塊已經被插掉了 而且還有這塊木須 直接賺一個一百伐木場 好正面兩邊伺候互打 這裡要小心 裝甲步兵要不要去保護一下村民 好直接拉掉不打 這邊要保留 肉麻的血量 然後輕易的去跟對方換 能閃則閃 還好這裡還有塊金礦區喔 算是比較安全 那如果這塊也被封的話 黑阿就會有點難受了 好那黑阿這邊還是轉出了一些弓兵喔 弓兵 咦弓兵 沒有沒有這個是哥德的弓兵 這裡會轉弓兵嗎 看起來還不會轉 好這邊補市集 沙拉森就是要靠買賣阿 不讓幹嘛 對不對 好亮光塔一個插好了 三隻村民要直接回家嗎 唉唷回家喔 感覺是要去順便吃鹿肉 賺個一筆 不錯 那這邊進攻傷害其實蠻高的 而且弓兵一直在射 可能要射死一村了 好4級蓋好 那沙拉森的4級是很便宜的 但現在沒有黃金 所以是4級喔 只能靠買賣只能賣資源喔 賣資源 賣石頭然後去補 其他資源出來 然後點這個品種 哇這什麼操作 賣石頭然後拿到黃金 然後再用這個 馬就點品種增加血量 那兵工廠就下了嗎 兵工廠不下 直接升品種 哇這個是我們之前喔 才在講喔 有這個打法 就是買賣資源 然後去挖點黃金喔 去升品種 這個打法是很少見的 但這個品種真的是在封建實在太強了 兵器血量加20滴血 讓弱馬到65滴血 這個血量很厚的 你看這個單位 在封建實在只有30滴跟這個 45滴喔 血量都其實不多的喔 點品種之後 每個單位有65滴血 其實蠻硬的 這波能再撐一下嗎 這裡的村民血量其實很殘 我們這裡再努力想要維持 這邊再繼續囤這個弱馬數量 大力 Ganos 殺進來了大哥 欸要繼續尾耶 這邊長槍兵可能要先解決 或者自由開打也可以 沿路直接直接硬點長槍兵 可能會有點 打不太一 馬會亂跑 哇 結果這邊不先打長槍兵的結果 是長槍兵還活著 直接繼續輸出 哇 打不太贏這些工兵 工兵還活著 哇 長槍兵兩隻 然後直接嘟爆這些肉馬 這邊經濟著實有點受傷到 看來是要轉這個射箭場 不轉的話會很危險 那這邊永遠被打破了 所以打毀他這邊再下來 這邊農田果子也會遭到毒手 然後這裡黃金還沒有開挖 哇 黑拉這邊有點受傷了 一定要趕快轉出這個毛兵 不能再用肉馬去跟他換 這個是有點像黑拉以前作風 很硬要 就硬要用肉馬去跟打 用這個數量去淹死對手 所以黑拉以前大家都說他有座右銘 如果單位打不贏的話 絕對不是被counter 只是數量不夠多 只是數量不夠多 這樣講其實也沒錯 但是就是 你要贏吃量贏對方也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好 那這邊轉毛兵 並沒有下這個兵工廠 所以這個毛兵可能會打起來有點綁手綁腳 找個機會還是要挖個黃金 他這邊是沒有看到這裡有黃金嗎 其實有看到 好 那有看到還沒有挖黃金 好 那看一下 對啊 真的有看到 他的視野是有看到的 好 那這邊工兵再走過來 又要撞到 喔 看到對方的長王兵了 我下兵工廠 好 一集是要趕快點下去了 農田部分撒的其實蠻多的了 看一下這邊 欸這邊入購一下 工兵 工兵 工兵十隻喔 很多 我先第一時間去點對方的工兵 哎呀 哎呀 是 OK 那毛兵出來 稍微等一下一集射 好了就可以再繼續往前射了 這一波落馬全部送光 這邊用拉村 其實黑拉經濟非常慘 原來這樣一直走來走去喔 村民其實都沒在工作 應該又跑回來這裡 從右邊再跑到左邊 然後再從左邊這邊 法波再跑到右邊 哇 這樣一來一回 真技 真的會差很多 好 哥德爾這邊 再想要嘗試再突入一次 這邊工兵數量其實還是很多 快到了十 快要到十隻喔 九隻而已 那這時候工兵有再繼續升 但是毛兵數量還很多起來 再繼續出工兵可能會有點慘 稍微要斷一下工兵喔 然後嘗試先上城堡十代 沒想到 哥德爾這樣打其實還蠻強的 插塔鎖金 然後用四隻裝甲 扛住戰線 然後再轉出工兵喔 前置射箭場 這個戰術 確實蠻給力的 連黑拉都被打到有點傷到經濟 那村民宿喔 目前是這個 哥德爾這邊領先兩村 這邊看一下這KD喔 黑拉這邊損失三村 那哥德爾有燒到三隻村民喔 是這個箭塔的關係嗎 剛剛有一度回來 伐木喔 可能射死了幾村 那這邊看起來 哥德爾沒有打算要去進攻了 肉麻過來 會督到嗎 唉唷 差點就督到了 這邊再出去 再收村 哇 收村有點少 射不死 好 兩隻工兵被抓掉 可以再抓一隻 唉唷 差點就被射死 好 大量工兵直接回家防守 三隻工兵秀了一步操作 哥德爾這邊點下一級木耕 城堡十代升級 這邊會繼續怎麼打呢 馬舅 要打騎士喔 那哥德爾打騎士也沒問題 因為這個騎士 城堡十代大家都一樣 都差不多 一樣有品種 跟這個跟蹤技術的話 其實問題也不大 好 那毛兵數量到九隻之後就沒再出了 然後點下這個城堡十代 還是有在按 可能看到對方的工兵數量有點多 那待會上城堡十代 強奴過來 可能會有點受傷 OK 這邊哥德爾到了城堡十代 奴兵二級射 奴兵點不下去 完蛋 先點二級射沒奴兵的升級 好 那這邊先開一下TC 毛兵先 這波應該是會直接往前面走到底 大家看到騎士一定要退 對喔 騎士是可以全部吃掉這些毛兵的 好 這邊稍微用刺猴 去騷擾一下對手 讓他沒有直接貼上來 好 他們都上到了城堡十代 奴兵也升級好了 二級射 戰毛也點 好 那沙拉森這邊看起來 應該是要直接插城堡了 挖石頭 村民術有點多 八個人 很多 好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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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黑拉補下這個輪走 那經濟來說黑拉有點在追上的感覺 自己二級弓也點下了 二級伐木 那這邊哥達還沒有點 但這邊奴兵出這麼多卻不趕快去射點東西 好像有點怪怪的 也有可能是因為戰矛症太多 十二隻戰矛 可能還是等一下騎士不過來才能打 但這邊薩拉生黑拉已經出了駱駝 駱駝打騎士 效果很好 而且這邊哥達沒有把殘血騎士拉回家 直接去送掉了 有點可惜 這邊駱駝要小心被射到 這個高低有點傷 直接對射 駱駝沒辦法輸出 騎士一直砍一直爽 這邊稍微有收村 射一下這個騎士 可以解掉 OK毛兵數量其實被大幅的削弱了 只剩下7隻而已 看來對抗對方的這一坨奴兵有點困難 而且右邊這邊也有一坨弓兵在做騷擾 哇這邊死傷慘重阿 黑拉這邊怎麼死了這麼多 我們稍微巴苦一下 這個發生什麼事了 哇這一波 我們剛剛在忙著看左邊大戰喔 右邊這一邊 哇 射爆 直接多拾石村 才剛剛說經濟拉小 左邊就是士兵在換的時候 他右邊繞這一波 黑拉完全沒發現了 我也沒發現 哇 哇 他難怪這一波騎士要上來硬換阿 還有這工兵要硬射 我終於懂了 欸這一個 東森 極西東森 東森極西 好應該是東森極西戰術 做得非常完美喔 殺死士村阿 哇黑拉這邊 真是難打 殺生 打這個步兵果 左死有點難打一點阿 而且他這個是針對馬國 殺生其實是很針對馬國的一個文明 那打步兵果真的是笑我沒這麼好 除非自己打奴兵喔 那打奴兵的話 對方又可以出各的衛隊 那就是我們剛剛開頭說到這個問題 黑拉這邊心態沒有爆炸嗎 如果是火的話我應該想投了 好那這邊應該要下修道院了 這邊修道院 OK 所以 學道院的話 就可以很好 赫止對手的一個騎士喔 只要出生率 加上 戰毛兵喔 應該就可以守住 封建時代這個時期 城堡時代這個時期 應該是可以傷手 地龍時代的話 就要特別小心對方的一個 布兵寶 好 這邊發呆 哥哥決定要中間壓寶了 不演了 毛兵沒有第一時間輸出 射掉兩隻 想要躲電視躲不掉 躲 直接上來硬 欸 數量夠多了 一發一個 但是自己的工兵也是死了蠻多的 這裡有一個劍塔 要直接硬打的話其實有點傷 這個劍死傷其實蠻高的 哇 工兵數量已經不足20隻了 哇 這邊都是奴兵的屍體 雖然黑拉這邊也是也有被殺了蠻多的一個戰毛兵 但黃金兵被換就是比較可以喔 好 哥德這邊決定要開始轉步兵了 停下靈甲跟護衛技術 應該是會打哥的衛隊吧 應該是有城堡鏟 OK那沒錯 打哥的衛隊 黑拉這邊由於騎士不能升級 沙拉聖的騎士是不能升的 所以 騎士也只能 只有那段時間可以抵擋得住 對方的各的衛隊 可能要上帝王時代 才有機會守得住了 這邊要插個高麗寶 把這個祖金搶回來 左邊這邊 強奴 欸 聖旅看到能躲掉箭矢嗎 哎呀躲不掉 直接原地寡鬥 好 沙拉聖到地龍時代的話 火槍就能出場 就可以有效打 欸 招到殘血了 快跑快跑快跑 完蛋了完蛋了完蛋了 神旅會被砍死 欸 沒有第一時間砍神旅 哎呀 算到了 好這邊直接無視劍塔 直接走進來 哇這一波有點危險 直接封鎖農田 而且這裡沒有任何東西可以防 而且自己的毛兵數量其實不夠多 只有十隻而已 哇這邊直接大侵襲 很傷 這一波進來又重創的黑了 哥德無衛隊也走進來了 但是有城堡 城堡稍微可以擋一下哥德無衛隊 但哥德無衛隊 抗箭矢能力實在太好 幹嘛在抓癢 但有騎士 騎士打哥德無衛隊還是很痛 這門在秀操作 奴兵在射 黑拉這邊騎士上去想要砍 但是沒砍到直接倒地 但毛兵的數量還是可以撐住這個前線戰場 十二隻奴兵只能被迫撤退 黑拉這邊轉出了一些奴隸兵 哇這個奴隸兵是全遊戲裡面 造價數一數二貴的單位 黃金要85黃金 你出一隻騎士75黃金 他是要85 然後肉也沒有比較便宜 肉也要55肉 這個單位造價很貴 但他的優點是生技蠻便宜的 生技只要615 500黃金而已 那城堡是在打奴隸兵奢華 有點奢華 好 菜刀攻擊 咻咻咻 好 這邊收掉一隻奴兵 菜刀繼續丟 菜刀攻擊 歐斯 7 3 1 4 4 4 5 4 4 5 炸炸 這邊帶出被重創的經濟 左邊這塊石頭還被挖走 哇 煞聲 真的很難打 你現在出奴隸兵又會被強弧射爆 你不出奴隸兵的話 打哥倫威隊又很難打 打騎士是可以 但是騎士造價也很貴 那不如就直接出奴隸兵 那在之前的版本 這個煞阿森的奴隸兵 是會怕這個戰毛的 好像這次還是上次改版吧 把這個能力給弄掉了 所以煞阿森差一刀 這個奴隸兵就沒那麼害怕 戰毛兵的一個傷害 算是一個buff 不然他之前真的太怕了 什麼都怕 怕擊兵怕戰毛怕強弩 就不怕騎士而已 但說實在的 我也是有看過大量騎士遊俠 直接硬撵對手的這個奴隸兵 居然還有打贏 所以遊俠硬要打的話 還是能打出一點東西來 奴隸兵算是相對有點難操控的一個單位 好 那這邊還被抓包 經濟有點慘 一直被弄 向主開攻 到處都有各的衛隊在做騷擾 好 正面通知車會不會被換掉呢 城堡應該是不會 好 那前線城堡 前線這個均勻越蓋越多 這裡要小心了 均勻直接蓋在TC旁邊了 好 但是奴隸兵回來救 但左邊這邊哥德威隊 還是一直出來騷擾 好 兩邊城堡時代打了非常久 到42分鐘還在城堡時代 這邊哥德威隊安太多了 消耗肉量其實蠻多的 好 這邊強奴 哎呀 奴兵被炸到一發 炸了一發 這個投得很漂亮欸 黑拉 黑拉用這個投石車 抵抗豬對手的一個奴兵攻勢 看這裡有城堡要小心一點 至少主金搶回來了 應該還可以再戰十年了 這就是高手們會把這些 在射程內的田低掉的原因 因為村民他只要田一吃完 他不會再繼續撒田 他會去吃空地的田 這是沒人採的農田 所以如果你沒有把這些田給低掉的話 村民會一直跑去種田 然後就進入射程範圍內一直被打 這個是有點傷的 好 城堡繼續往前推 這邊想要蓋 想要圍 想要去阻止 但是這邊已經要圍好了 應該是來不及 城堡要再度直接蓋在臉上 哇 這個城堡可以射到很多東西 很多農田也被射到了 右邊這邊各的衛隊在存 努力兵不敢走 這邊趴一走 裡面各的衛隊會出來騷擾 哇 黑塔這邊頭有點痛啊 但是這邊已經兩邊都點下帝王實彈 好 TC爆炸 村民樹來到了133村 兩邊村民樹其實都很多 各的這邊是165村 好 這邊蓋一個高地堡 稍微防一下這個高地 但是沒有防守到任何資源 只有牧區喔 好 牆弩 那個哥德爾是沒有牆弩的 那這個奴兵待會應該是會找機會喔 去做一個騷擾 這邊三級長槍兵嗎 三級長槍兵 欸 取消掉了 好 這邊解掉均勻的內奐 可以解放這一坨奴隸兵喔 奴隸兵總會出來 欸 結果沒有看到嗎 這兩隻哥德爾會就在這邊躲 好像太忙了 現在左右兩邊都在打 好 那城堡1號TC 這個城堡趕快按這個巨型頭時機喔 趕快來把這個城堡給拆了 奧可德威這邊抓到村民 這邊殺 黑欄已經被殺了60村耶 哇 哥德爾這邊是怎樣 按到170村 村民真的是一直在一直爽耶 好 那哥德爾來到210人口 村民蠻多的 但是我覺得可能要低一些村民喔 萬軍事上可能會被黑拉打回去喔 好 現在巨型頭時機瘋狂開拆 弩兵直接過來射 想要把這個巨型頭時機給射掉 應該沒問題 來不及了 OK 哇 左邊那個城堡也掉了 二級練甲也補了 嗚呦 很痛很痛 哇 有化學了 哥德爾有化學 農曆兵非常好用 菜刀直接上來硬打了嗎 沒有 這裡怎麼有一隻村民在拿懸套在點城堡 世界名畫 喔 死去 好 黑拉這邊 怎麼打呢 打肉嘛 但是上前就被射個一波 投車出來 砸一發沒中 好 這邊直接砍爆城門 要來直接打這個巨型頭時機 好 但是這裡被城堡射得有點痛 不敢打掉兩台 打掉一台就撤退了 左邊這邊城堡被拆光 清奇兵直接上去硬打 城堡好像沒拆 兩邊不敢大決戰 哇 哥德爾衛隊出來防守 直接砍死一堆肉馬 一台巨型頭時機都沒拆掉 但城堡好像拆一點就拆掉了 但是後面有村民開始在修理 看來這個巨型頭時機 有點難拆掉對手的一個城堡 然後這邊哥德爾遞了一些村民 村民解放置剩147村 好 更多肉馬加一些騎士 直接上來硬解 把城堡居然打掉了 OK 巨型頭時機也解出 左邊的一個問題解掉了 右邊這邊 哇 有火炮 有火炮在解會有點危險 偷車開閘 工兵快要全部死去 火炮要上來硬點嗎 但是硬點的話會被疾兵戳爆 要小心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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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裡好些疾病在騷擾 哇 這邊哥德爾遞又是打出來了 單位便宜 想怎麼送就怎麼送 好 這邊再把這邊最多城堡想要拆掉 但是疾病過來直接解光 直接連TC也要戳進去了 這邊這個城堡也拿下 喔唷 黑拉這邊打得很好 但是疾病對薩爾森來說 不太好打 現在都是打一個馬的路線 這邊塗沒有被塗 城堡拿不下來 正面大量疾兵怎麼辦 剪下了化學跟彈道學這一坨 狐利兵想要秀操作也可能很難秀了 哇 直接A了上來 疾病數量很多 哎呀 但是疾病直接跑到左邊 開始在拆巨型投資機 大量的一個 弱陀奴 奴隸兵直接在城堡下 解掉了一些疾病 但正面只解掉兩台巨型投資機 還有一台存活 正面的疾病可以再繼續補下 哇 這邊還點下金瑞哥的衛隊 對 黑拉感覺剛剛快要打回來了 結果現在這一波垃圾兵大戰 打到黑拉有點經濟快要爆炸 只用弩力兵打太困難了 沒有操作空間 直接搓爛這麼多 哇 這一格 你狙型投資機出來 又要被戳掉了 他用垃圾兵換也沒問題 反正他就是便宜 六五折不兵耶 減免35% 哇 黑拉打出了GG 欸 哥德爾這一波打得很棒啊 他前期中期後期的一個策略 真的是 打到黑拉這邊不要不要的 雖然本身黑拉也不是弱的關係喔 只是因為文明的限制喔 所以打得有點綁手綁腳的 如果他打強奴的話 這邊薩拉森 雖然打幾兵會很好 但是如果 又回到剛剛的問題喔 你打奴兵 強奴 各的衛隊出來 你又扛不住 你一定要一些奴隸兵喔 或是騎士 或是輕騎兵才行 那我覺得 如果真的要打 打得比較極限一點的話 自己喔 出一些 出比較多的肉馬 或是一些 騎士也可以 不要出到這個奴隸兵 奴隸兵的好處就是 優勢可以跟對方換 但是只有這個射程喔 你要一直去控制 如果佔A的話 還是容易打輸 這個級兵喔 量這麼大 所以還是 可以抽到一些奴隸兵喔 所以這奴隸兵的數量 一直沒有起來 那強奴的部分 也來不及轉出來了 雖然看到後面有在生化學 還有彈道學 可能是想要轉強奴了 但是這邊主經 如果守不住的話 就沒機會了 這個城堡也要爆了 三巨頭也要拆掉了 那也沒有多餘的時間喔 可以讓這邊 黑拉 轉出這個強奴出來 這邊農田也被弄爆了 所以整體看起來 哥德的戰術 是打得非常好的 來看一下經濟 經濟應該是哥德全勝喔 那殺了六十幾村 七十幾村 喔唷 木頭兩萬七喔 食物有三萬 黃金有一萬六 石頭有四千二 整體留言 看起來 哥德還是比較厲害一點喔 這邊 沒想到 哥德 可以打出這麼精彩的一個戰局 因為我們之前頻道留言 有些觀眾都說 哥德太弱 需要增強 但是其實在高端場來說 這個哥德其實也不算太弱 就是一個策略的選擇喔 當然你是平著打的話 會有這個種族相剋的問題 但是如果你一個戰略選得不錯 也有封住對方的經濟 或是一些打法 那哥德玩起來還是會很強的 好啦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再按按按按按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